美國聯邦調查局長六號在英國發表演說 而美英兩國的情報單位高層罕見同臺 不但是提到中國會竊取技術 對西方國家造成威脅 更指出了如果中國犯臺的話 將會對全球造成最嚴重的商業破壞之一 甚至還強調中國在設法避免武力犯臺之後 因為國際制裁而影響到經濟 對此文王外交部也回應表示 國與中國停止挑釁 切勿誤判情勢 美英情報單位高層六號罕見同臺 聯手向企業領袖試劑 支持中國正在竊取西方技術 提高自身競爭力 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和國安是一大威脅 而FBI局長瑞一演說中更提及台灣 談到台海局勢瑞一特別強調 中國一旦以武力侵犯台灣 將對全球造成最嚴重的商業破壞之一 中國也正在設法尋找對台東武後能不受國際制裁保護經濟的方法 對此我外交部呼籲中國停止挑釁 切勿誤判情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7號起程參加G20外長峰會 布林肯也要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進行唱編會議 這也是去年10月以來兩人再次對話 將討論為美中設立護欄 確保溝通 避免誤判 美方已向我方說明事後會簡報 是否觸及台海議題也引起關注 學者分析美中會議是否更進一步讓拜登政府和習近平政府間 在美中關係上有所改變值得觀察 另一方面美國聯邦參議員史考特已在7號抵台訪問 將針對美台關係區域安全等重要議題交換一件 記者傳統中存 綜合報導 協定注立法律 論文旨